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近日采访下的小儿子他刚播完 宋仲基就大方认爱英国女友凯蒂·桑德斯 并表示希望带着温暖的新看待 原来很早之前宋仲基就经常带着女友一起跑活动 只是当时大家以为对方是宋仲基的随形翻译 没有往恋爱方面想 小猫君整理出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 情段宋慧桥后宋仲基已曾和金泰里二度传出恋情呢 宋仲基的初恋女友 宋仲基在2010年的采访中曾提到自己出道前有过四段恋情 2012年还在善良的男人中英记者会上透露初恋已婚的消息 虽然到现在都对初恋难以忘记 但已经是不会想再见面的关系了 后来韩国论坛判上更是流出宋仲基和前女友的合照 看起来真是青涩又美好呀 不过这组照片也让许多网友开玩笑 宋仲基是吃防腐剂长大的吗 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 一宋志孝 宋仲基戏剧走红以前曾经是韩宗Running Man的主持班底之一 当时他在Running Man中和宋志孝常常有许多充满粉红泡泡的甜蜜互动 像是拥抱 亲吻等 而宋仲基玩游戏时也都是跟在宋志孝的旁边 后来宋仲基退伍后回到的第一个节目也是朗尼曼 宋志孝看到宋仲基后立刻泪奔过去相拥 因为宋仲基和宋志孝两人在节目上的互动太过自然亲密 让不少粉丝网友觉得两人是假戏真作 不过随着宋仲基想专注在演戏 演艺生涯规划有所变动 他在2011年时退出了朗尼曼主持 再加上后来宋志孝与Gary组成了周一情侣 这段双宋恋也就没有人再讨论了 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 二 徐孝林 宋仲基在2009年时与徐孝林共同主持KBS的Music Bank相识 因为在阴影上互动自然 又带点暧昧味道 加上般配的淘气干净外貌吸引了不少的CP粉 后来两人更是在2010年时 一起出演电视剧成军馆绯闻 恋爱传言甚嚣尘上 但当时双方对此都没有做出回应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士透露 宋仲基和徐孝林的确交往过 更有网友翻出 宋仲基先前在访谈节目 一夜的TV演绎的对话 我的恋爱很不容易 很享受直到今天恋情都没被发现 而徐孝林也曾公开说过 自己和宋仲基私下关系非常要好 但据传 徐孝林后来脚踏多条船 两人的恋情也走向分手 宋仲基则选择用工作麻痹自己 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 三 文采源 2012年善良的男人 让宋仲基和文采源 拿下最佳情理奖 过去两人的互动 也是被翻出来讨论 宋仲基和文采源 在拍摄华曲中的互动 甜到不行 不仅会用暖暖包 互相帮彼此取暖 帮对方整理仪容 宋仲基还使出摸头杀 现场氛围满是粉红泡泡 然而不禁怀疑 宋仲基与文采源因细生情 不过两人对绯闻都没有表态 这段传闻真相 也就不得而知了 宋仲基历任女友 或绯闻对象四 宋慧桥 宋仲基和宋慧桥 因太阳的后遇相识 更传出在2015年拍戚时 两人就擦出火花 不仅在拍摄期间互动暧昧 太阳的后遇发布会上 宋仲基贴心地帮宋慧桥开水平 举止亲密无间 让他们恋爱传闻 一度登上热搜 尤其在第52届 百响艺术大赏上 宋仲基和宋慧桥自然的对视 牵手更加深了 外界对两人引起盛情的猜测 宋慧桥更以嘉运的身份 出席了宋仲基在成都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而宋仲基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问宋慧桥可以结婚吗 尽管两人后来被还没拍到 在纽约 巴厘岛 东京等地约会 两人却还是坚持不认爱 一直到2017年才透过经纪公司宣布结婚 两人也表示将会共度美好未来 用爱去填满各自的不足 宋仲基的世纪婚礼 也让粉丝们相当的惊喜 据说宋仲基当时过得追宋慧桥 天天送玫瑰花 除了将近半年才让宋慧桥点头答应 宋仲夫妻的结婚 让许多粉丝都表示愿意相信爱情 但没想到两人婚姻维持不到两年 就宣告破灭 以离婚收场 2019年正式宣布离婚的两人 至今都是许多人心中的一难评啊 对宋仲基和宋慧桥离婚的原因 外界有许多的猜测 有人说是宋仲基和宋慧桥的美发式外遇 有人说是宋慧桥跟宋慧桥的家人不合 也有人说是宋慧桥做了不可原谅的事 但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 离婚后两人也是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努力拍戏 希望宋慧桥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 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5 金泰黎 2020年时宋仲基和金泰黎一同拍摄了 Netflix科幻片《胜利号》传出恋情 当时两人为胜利号上采访宣传时 展现出两人独特的默契和氛围 有看过采访影片的人就知道 宋仲基和金泰黎两人仿佛有自己的小世界 其他人都插不进去似的 互动也是十分的暧昧 后来更传出宋仲基和金泰黎两人 同有法国巴黎私下约会的背影照 但由于照片模糊 不足以证明是宋仲基和金泰黎 但也因为他们过去曾一度传出绯闻 这个谣言也让这段激进恋再次掀起了一波讨论 还有不少粉丝网友表示 宋仲基和金泰黎在演艺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两人非常般配 而金泰黎在今年志愿的电视剧 25 21完播后 开通了个人的YouTube频道 并上传了首支Vlog影片 宋仲基更为此拍了一张正在观看 金泰黎Vlog的照片 到个人的Instagram上标记他 而金泰黎过去也多次称赞宋仲基 让他感到安心舒服的前辈 不过这段激进恋也在宋仲基 公开认爱英国女友凯迪桑德斯后 不公自破了 宋仲基历任女友或绯闻对象 6 凯迪桑德斯 近日才发家的小儿子才刚完播 宋仲基就大方认爱全晚女友凯迪桑德斯 原来早在之前就被拍到一同出入机场的照片 但当时大家都以为女方是宋仲基的随情翻译 并没有往恋爱方面想 而宋仲基也透过经纪公司说明 女方是去年透过熟人介绍认识的 两人正在美好的交往中 目前已交往一年 并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用温暖的目光看待 凯迪桑德斯过去曾是英国的女演员 演过《凶宅无尽》《情欲三重奏》等电影 后来单出荧幕 现在是一名家家老师 他曾是宋仲基黑道律师文森佐的意大利文老师呢 而两人确定关系后 宋仲基也不必会对师妹的人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 感情是相当的深厚 而据传 近期宋仲基与凯迪桑德斯频繁注入妇产科 外界猜测凯迪桑德斯已经怀孕了 如果凯迪真的怀孕了 那么这将是他的第三个孩子 根据外网的信息 他的三个孩子都有不同的爸爸 早在凯迪和宋仲基认识之前 他在舆论圈活跃时 曾经被外媒报道过 有两个男友 而且他都是小三上尉 一样都是没有结婚就生下孩子 有爆料说他有一子一女 也有爆料说他有两个女儿 目前往路上流出的照片 都是他和小女孩的合照 所以有两个女儿的可信度比较高 现在韩网上已经疯传凯迪有两个孩子了 虽然也有网友支持宋仲基 觉得他不介意女方是单亲妈妈 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 但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毕竟凯迪还有两次当小三的新闻报道 人品似乎有问题 有韩国网友觉得 宋仲基之前积累的好口碑 很可能会被凯迪所拖累 其实很多网友都觉得 凯迪有两个孩子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呀 让人比较介意的 是他曾经当过小三 这很难让人不质疑他的人品 现在凯迪已经怀了宋仲基的孩子 而宋仲基爸爸也早就想抱孙子 所以宋仲基应该也不会因为网络上的争议 而选择与凯迪分手 宋仲基这次突然的公开认爱 网友们开始翻过去的蛛丝马迹 发现他早在今年9月的 Apple Star Awards颁奖典礼上公开放闪 当时他在获得大赏识的得奖感言提到 感谢我们亲爱的凯迪 我们娜拉 玛雅和安蒂斯 以及珍贵的朋友们 我很爱大家 凯迪就是宋仲基 热爱的英国女友 宋仲基的爱犬叫娜拉 玛雅和安蒂斯 则是凯迪的狗狗